我们换个焦点 一名司机驾驶的宝马汽车 今天凌晨4点30分 在雪岸尔巴达林在野北区 通往舒邦飞机场路的路上发生车祸 整辆车狂烧起来 司机逃生不及 活活烧死在车内 巴达林在野警区主任 莫哈默在尼泽定透露 警方在4点50分接到报案电话 于是调动巴达林在野的消防急诊住局人员 到现场施救 当局用了15分钟时间把火扑灭 由于司机已经百分百烧焦 因此连死者的性别也无法辨认 车子的车牌也烧个清光 导致当局需要时间鉴定车主的资料 遗体已经送往马大医药中心解剖 警方呼吁可提供线索的民众 拨打手机号码010-210-5101通报 另外在沙拉越梅里 一辆运载RUN95汽车的油槽车 今早9点半 在梅里明都鲁海岸大道北方翻覆着火 梅里消防急诊救局 紧急调派消防员和紧急救护队出动 赶到距离梅里60公里外的事发地点施救 火势扑灭后 救护人员将司机送到梅里医院接受治疗 目前还不知道司机的伤势如何 马西社新闻台采访报道 马西社新闻台采访报道